- 参考消息网8月9日报道,美国大众机械,月开网站8月8月发表提问,已经坦克来了,又在现代战场上活下来,坦克必须变得更难发现, 得报道着,时空战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隐形技术,即将大规模进入地面战领域,报道认为,在未来的战场上,摧毁坦克和压制坦克杀伤火力的普遍能力使得坦克不被发现的能力成为生存和置身的关键,因此,未来的坦克将变得更难被敌人发现,通过减少其声音,雷达和红外特征,与对手玩猫术游戏。 报道着,隐形依次最早出现在上世纪70年代,一级减小军用飞机的雷达识别特征,始空炸机大小的飞机的雷达识别特征与大鸟差不多,这大大缩小了雷达,发现隐形飞机的范围,从而大大降低了敌方防空系统的有效性。 今天的隐形飞机还是图最大限度的降低红外传感器,通过热辐射发现它们的能力。 报道着,与此同时,在地面上,坦克也面临着自身的可探测性危机。 坦克是进攻武器,能向敌人发起战斗,行动迅速而且能狠狠地打击敌人前线。 然而,像美国的M1AI布拉姆斯,这样的坦克是钢铁野兽,身长32英尺,英尺越合0.3米,重达70吨,由1500马力的涡轮发动机驱动,产生的热量非常大,足以点燃附近的局备。 一群坦克在战场上作战很难不被发现,那群M1坦克正在进行射击训练。 报道,认为,同时,对于坦克来说,战场变得越来越致命,到处都是传感器,从人眼和耳朵一直的看透物的毫米波雷达和能够探测到微小温度变化的红外传感器,从地面作战的步兵到无人机,大家都将寻找坦克,并且能够发射手持版坦克导弹或DPS制导的火炮。 这不是坦克会不会变得更加隐形的问题,而是何时会变得更加隐形的问题。 据防务一号旺站说,坦克必须具有隐形能力,才能在未来的战场上活下来。 坦克必须减少其红板,声音和雷达识别特征。 从实际意义上说,这意味着坦克能够更好地融入其热环境,降低破掩盖其排出的飞气的温度和来自武器发射筒的热量。 坦克往往内变其身先往其身,因此行驶中必须更安静。 最后,坦克在外观上可能要进行重大改变,减少被雷达发现的可能性。 报道着,在每个人都在努力使坦克变小的时候,隐形将是坦克变大。 要是坦克不被雷达发现,就必须做成有一定角度的平面。 将机枪、主动防护系统、空外冷却系统和传感器等设备装在下面。 报道认为,坦克也很可能会大量增加,而这是美国陆军这样的远征部队所不喜欢的, 因为他们必须将作战车辆运送到数千英里之外的遥远战场上去。 资料图,加拿大陆军鲍尔A6M坦克在爱富汗作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